大家好,硬玩家要求想看一速500的攻略分享 一速500真的太难练了,所以我们要从开局开始布局 天赋要点一速起材加30点一速 一速精通加15点一速 最后不要忘了点一速专研,这样你的一速上限才会提高到500 接下来就可以开局咯 一开始一速直接是45点 这边就谁都没有差 但是在破庙选秘籍的时候记得要选回春速 这本学完加28点一速 练完之后一速会来到73点 进无名村庄找白老头选听一道 听完之后一速会增加5点 再来跟老头的好感度100时帮他找灵芝 然后邀他入队 入队会得到两本加5点一速的本本 二话不说直接使用 再来就是村长的密室里面 拿白玉钥匙开这个宝箱 有一本加5点一速的书籍 这样离开村庄的时候 运速就会来到93点 第一站处乡城安济堂 已经来会发现医生不在 女孩说医生去野狼谷了 到旁边的悬赏榜 自动触发剧情开启野狼谷 前往野狼谷 一直到最深处会先遇到两个小流氓被围攻 先帮他们解决完 然后两边来回绕 同一个地方会看到狼中被围攻 打赢后狼中会说要去流民营帮忙治疗 选择花六个小时陪他走一趟 陪他治疗完后 跟他顺路回安济堂 这时他会送一本 一速加十点的紫色书籍 这边不急着走 先把滑感度提升到满 因为他桌上有一本书籍 一速加五点 目前医疗93 记得先吃蓝书 纸书先不要吃 下一站大凉城 目的地是回春堂 点狼中异物 会看到他上有一本蓝色跟紫色的书籍 把蓝色书籍吃掉 一速会变成103 再把两本紫色吃掉 就可以到123点了 现在开始有空的话 记得练一下针灸哦 下一站 无悦地区的本草门 点忘忧对话 先选义物 先把他这本义物下来 不然到时候 医术太高就不能学了 赶快学习 接着对话点人心 对话完后会传授你 医术50点 二度被防本草门会看到一堆求医者 帮忘忧把他们都治疗完 接着会触发战斗 把他们都摆平后就可以邀请忘忧出山 邀请他是为了他上这本四圣心源 学满后一速可以加56点 下一站四法四 不啰嗦直接入门派 入门玩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长津阁 这边要测试不同时程哦 测试到师兄在打瞌睡 我们要的就是这书柜的婆罗门诸仙药方 二楼还有一本加医术的 在这个位置 龙树菩萨养性方 目前医术一八四接着开始读经 先念龙树这一本 念完之后医术直接加30点 接着念婆罗门这一本 念完之后医术会加50点 现在医术已经来到264点了 还没有解艺术成就的 这时候已经打标了 下一站林安城 到右上角的群方馆 触发老妇人的剧情 进去找群方馆馆主 获得穷花鼓讯息 到外面跟老妇人回任务 前往地图左下角的穷花鼓 老奶奶再度找你帮忙找老公 前往地图左上角的最深处 触发剧情会得知老妇人老公在凉厅中 前往地图的中间处 会看到一个乞丐饵 不是是老奶奶的老公 就是跟老奶奶回任务 可以得到加50医术的饰品 接着我们把忘忧娜拿到的四圣星园炼满 再配上我的百草服 医术已经来到了370了 剩下就只能靠针灸了 前往林安城的仁爱堂 到左边的小房间帮人偶蒸酒 再来楚香城 来地图中间的安祭堂 做蒸酒 下一站大凉城 目的地回春堂 进去最里面的房间找假人做蒸酒 接下来就是不断三个城互相跑 为什么不同一个城座呢 是因为假人蒸酒一次CD是12时程 所以如果要快速提升的话就是三个城来回跑 当然如果你不想跑只想原地打坐12时程也是可以啦 为了节省大家时间我直接快转到最后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80天了 这时候蒸酒完总算来到500医术 直接进入战斗展示 顺带一提我天赋有带自愈体质 一次补可以补到2000滴血 而且范围还蛮大的 5乘5 不过这医术500的养成时间成本真的花很久 以上为医术500的速成攻略 相信在我的方式大家可以少蒸酒很多天 不过换算下来 医术一点只有补两滴血 我是觉得有点少 大家可以去衡量看看是否要养成一只补师 喜欢我的影片 帮你按赞订阅分享 加开小铃铛 我是小风 我们下次见